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相关 在介绍相关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共变异数,叫做covariance 共变异数是说,在统计学之中去衡量两个变量的总体的误差 那么变异数是共变异数的一种特殊的状况 那么也就是说两个变量是相同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共变异数是怎么计算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设这个叫这个是x的期望值 我们用一个μx来代表 这是y第二个随机变数,它的期望值是μy 那么什么叫做共变异数呢 covariance的xy是等于这样的写法 这个是两个相减它距离它的这个叫做期望值 跟y它的期望值两个相乘 相乘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把它展开来看 展开来了以后 各位同学看这边 乘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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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项 那么期望值我们的话可以有线性的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它有线性的性质 我们可以把它搬开来 因为这是一个数字 这是y的期望值 这是x的期望值 这是x的期望值加上y的期望值 我们发现这就是μy 这就是μx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化减之后 得到了这个算式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前后消掉一个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什么叫做共变异数呢 就是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希望值的相乘 现在来介绍的是共变异数的几何意义 如果说两个变数 它的变化取向于一致 所谓一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刚前面 我们介绍的是这样子 这是μx 这是y减掉μy 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设为圆点 那么我们来想 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比μx来得大 y又比μy来得大 那就是所谓的在第一向线 相乘就是正的 如果说x比μx要来得小 这也比μx来得小 那就是两边都是负的 负负得正 所以的话呢 这是在落在第三向线 这就是所谓的正的部分 这一三向线就属于正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第二四向线呢 就是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的意思代表的是 它的变化的趋势 一正一负不一致 两个的话一样的 就是正跟负负负得正 也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 它的期望值 这个期望值 就是所谓的covarian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 它是一个变化趋势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学会了共变异术的几何意义以后 那么我们到了下面 我们要介绍相关 就比较容易了 现在来介绍的是 Pearson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当然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 这个共变异术啊 它没有大小 可能它会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制作一个适当的一个指标 它到底是多相关 因为两边一正一负 确实的话呢 是可以看得出它们共同变化的趋势 于是 Pearson的话呢 定义了一个母体相关系数 这个字念roll 就是covariance的话呢 去除以 它的这个x的标准差 跟y的标准差的相乘 因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底下分母 大于等于上面 所以它一定是夹在 负1跟1之间 那么这个是 我们所谓的母体相关系数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要记得 母体相关系数 只要叫做roll 那么样本呢 样本的相关系数 我们是用r来代表 r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了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是我们前面介绍的covariance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sigma 那么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说是s 就是样本的相关系数 这也是样本的相关系数 那么我们用一个符号会比较简单 用sxy 这是相乘的 我们这个地方有平方 所以我们用两个x 然后再开一个平方根 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符号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用到这里 r记得 是等于什么呢 xy相乘的 除以各自的开平方根 这个我们稍微记一下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用到 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个简单的例题 怎么样去计算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是要看这个 这是x跟y x代表的是父亲的身高 最早的话呢 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 他们会 他们发现了说 父亲的身高跟儿子的身高 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微妙的关系 那我们看看 怎么计算 这个相关系数 就是我们依照它的定义 相关系数是 x-x bar 乘上y-y bar 然后相乘了之后 每一笔 再从一个每一个总和起来 那么因为 这个地方已经帮我们把它计算好了 这是y-y bar的平方 这是x-x bar的平方 这是相关的 x的数字 这是它的身高 我们看看它到底相关的系数 到什么程度 好 下面我们把它的数字带进去 这个上面这个数字的话呢 总和起来是275.7 底下有平方根 我们就开一个平方根 第一个字的话呢 的平方 这平方我们算出来了 是434 这是337.6 那么我们把计算机拿出来按一下 0.72 0.72指的是我们的相关系数 那么要知道 相关系数 由负1到1之间 1是代表的是完全相关 那就是一条线 那么越靠近1代表的是 它们之间的相关的情况 是越明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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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于我们做相关系数 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比如说 现在 这个地方 假设叫做A 这叫做B好了 那么 如果说有两笔资料 那这个地方 我们都不知道 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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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系数 R 那么其实 打一个很简单的指令 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任何的一个储存格 打上了一个 等于 记得一定要等于 不打等于 它把它当作是 文字 打了等于 就是我们的指令了 我们打一个 COREL 这是 Correlation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 拉进去 这两笔资料 拉进去 假设这是A的话呢 就是从A1 到 这个 第一笔资料 这个是A1 到哪里呢 到 A9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B1 到B9 然后再打一个Enter 立刻就可以算出来了 其实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相关系数 跟回归系数 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看 相关系数的定义 上面已经写好了 这是相关系数 那么 回归系数 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出来了以后 R平方是什么 R平方 我们就直接平方一下 因为我们不要开平方根 我们不要平方根 然后我们上下同乘一个 SXX 这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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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呢 B平方 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来看看 R平方跟B平方 我发现的话 B平方上面是XY平方 下面是SXX 有两个 差一点点而已 是不是 只差一点点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去 怎么带呢 因为这里是平方 所以我们上下同乘一个SXX 都同乘一个 我们发现这是什么 前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B平方 这是回归系数的 这个是斜率 回归方程式的这个斜率 那么我们就把它B平方 把它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R平方 相关系数的平方 就是B平方乘上一个 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 上面是XX下面是YY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开平方跟 R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相关系数跟回归系数的这个B 这个值 是差了一个这样子一个Vector 那么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下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相关系数的一个定义 相关系数 它就是分析两个变数之间 变化的一个趋势指标 那么要了解的是说 现在重点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边 我们用绝对值来看 绝对值越接近1 代表的是 这是非常的高度的相关 如果说它很小 越小的话呢 代表的是中间的相关性就很低 那么我们大约的 就是在一般的研究上来说 如果说 它的绝对值是 负0.4到0.4之间的话 那就叫做低度相关 如果说 介于0.4到0.7之间的话呢 我们概略的称为中度相关 如果说0.7以上 叫做高度相关 不过 这只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说法 这要看什么呢 这要看我们研究的对象 有的研究的对象 其实 要到高度的相关 其实很不容易 其实要到了0.4以上 或者是0.7 这个是要看我们研究的问题来定